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陪你见到 我是Doodle 今天呢 又是来到分享我的穿搭配件的影片 今天的主题呢 分享的主题就是我的帽子 所以在Sweetwear里面呢 肯定不可以少到穿搭的东西就一定是帽子 因为很多时候啊 你要整天那个嘻哈感 就一定要有一些头饰 像帽子 头巾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一整集呢 我就分享我会用的一些帽子的款式还有头巾 第一个帽子的类型呢 我比较常戴的 OK 要保护我没有洗头啦 还是可能要整天Tippo的感觉我都会戴的 就是牙蛇帽 也是我最多的帽子款 我有很多款不同颜色 如果你是穿Sweetwear风格的那你肯定一定会有的 如果你没有 你被我讲你是无关Sweetwear服装的人 如果是想牙蛇帽的话 我们买帽子要很注意的也就是Gutting的问题哦 有些时候有些牙蛇帽你这样看是很美 可是戴上去Gutting就会怪怪的 所以就要注意这方面 我一说就有 1 2 3 4 5 有五顶 然后有不同颜色的 有蓝色的Purple黑 还有卡奇色 OK 像我自己个人最喜欢也最常戴的 其实就是这个Nike帽子 因为这个Gutting我觉得里面最好的 而且我不要常戴水 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旧 然后第二顶帽子 也是我蛮常戴的帽子 这个叫做Snap bag 它会比牙蛇帽来的大顶一点 就是它的头这边 它头这里会比较硬的 像牙蛇帽的话你就看到它是没有 它是完全比较布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比较有一个立体的感觉戴在头上的话 你们就可以选择Snap bag 它的舌头这里就会比较短 像这种Snap bag 我的戴法啦 我一般上不会这样子戴 不会这样子戴可是偏少 我一般上是跟它转过来 然后看到这个调节大小的地方 放在我的额头前面 因为我觉得这样戴比较好看 可能一部分我觉得我不想遮到我自己的脸 因为我的脸可能比较偏小嘛 如果我这样子戴很多时候会遮头遮脸这样 很像不精神 然后因为它这边就有重量嘛 所以你这样子戴它的那个重量是刚刚好 好像往后吹的 它的感觉就这样子这样勾住你的头这样 所以就会很好看 第三顶帽子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雪帽 它就是有一个韩兴的感觉 就像那种Kpop人有没有 很多韩兴都会戴的雪帽 OK 我补充一下 像Snap bag 我就只有一顶 Yasa帽我就有很多顶 然后雪帽我只有唯一顶 我很多都是会买黑色的 为什么 因为黑色白搭 所以我很多帽子我都会选择深色系的 像之前Yasa帽 我总共会有这样多颜色 一部分是拍摄要用到我才买 还有就是有人送的咯 我的礼物是Purple色的 还有一个是牛仔色是Tomato给我的 可能还没什么带 因为雪帽我个人也是很喜欢 因为戴好过后就是很好看 都是不同的感觉 然后它就这样子盖着耳朵这样子 然后整个就很像有一点 有一点冷冷感觉 然后又有点明星的感觉 然后穿起来配搭就是很美 然后我很喜欢 我觉得女生戴很好看 为什么 因为女生戴好过后 头发这边会露出来 又可以戴耳环 整个就是很有女生的嘻哈感 如果男生戴的话就要注意 因为有些时候不小心会变中癌症这样 ok 第四顶帽子勒 也是非常出名的一款帽子 就是渔服帽 很像一些比较潮的人 还是比较跳街舞的人 也一定会戴的一款渔服帽 我自己个人比较少带勒是 因为可能有些时候我不喜欢太过折头折脸 像渔服帽就很折头折脸 所以偶尔也是会戴啦 可是如果是帽子里面的话 我会偏少选择 像渔服帽我就自己有三顶 还有一顶我没有拿进来 就是这两顶会比较喜欢啦 这顶我这么喜欢是因为它是blend嘛 像这顶我也是很喜欢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它的cutting 因为我买渔服帽嘛 我之前是两顶在淘宝买 买回来我都不喜欢它的cutting 因为我觉得很大 然后这顶我很喜欢它的cutting 是因为我戴了刚刚好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是有的选size的 因为在淘宝买呢 可能它是直接没有size 它是一个size 可是这是在外面买像JD啊 他们就会给我们去选择自己的size 这顶是我的生日礼物来的 我朋友送的 所以这顶我超喜欢戴上去很好看 然后这顶是一开始买来 戴上去完全不好看的很丑 因为它比较硬 我就这样子乱挤它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tips来的 我看你这样乱挤它 for衣服帽啊 它929之类它就会比较软了 你戴上去就比较容易去固定到你要的帽的形状 再来叻还有一个叻 它不属于帽子 可是哦 如果你是潮流人类 你一定也要有这个单品 而且这个单品啊 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用 为什么 因为它不单单可以当帽子 就是它是那种 Hip Hop西海岸的一些logo 看到吗 而且我跟你讲啊 你买头巾啊 你也绝对不会浪费钱的 它这个潮流哦 是不会退的 只要你是玩 Streetwear的这一个行业啦 它一定哦 都一直在的 再来叻 就来到一顶耶 我个人觉得比较special的帽子 会比较少人戴for在马来西亚啦 外国的话蛮多人戴 因为马来西亚可能在穿达那边 就是没有这样研究 for在JB啦 我是觉得KL的话 有些时候我上到去 我觉得KL的那边就很OK 他们的穿达那些就是很敢穿了现在 可能也已经到00了啦 现在00的小朋友都比较有 看到吗 它是这顶帽子 这顶帽子勒 如果要我讲的话 它是画家帽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看 可是这样去的话 它会比较偏斯文一点 人家带你这样看啊 你不会感觉到很YOYO 也不会感觉到很街头 它就是一个斯文 可是就有一点帅的一个style 然后如果讲跳舞的人的话 也会有常戴这样的帽子的话 是for跳locking的舞风的人 所以这个帽子的话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戴的 有一阵子我蛮常戴的 因为有一阵子可能风很大 就是这个trend很大 就要跟trend了嘛就买哦 然后戴的时候 一定是要比较偏wide一边的 你不可能真正戴 你真正戴的话就很怪 这个我之前也是有穿来跳舞过 戴来跳舞过 不穿 这个材质也是很好 在淘宝买的 好嘞 现在来到最后两个 类型的帽子了 这个算是一个发戴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头戴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他会这样子的上去 然后可能把头发抓出来 可能绑高马尾 或者是绑一粒board 或者是绑两粒board 或者是可能 直接没有绑 这样绑去 然后把头发这样抓出来 然后放下来 也都很好看 for男生女生戴我都看到蛮好看的 所以它的戴法也是有蛮多种的 我个人是有戴过两三种戴法 所以我可以就是稍微戴给你们看 可是呢 如果用这种的话 你要很小心 只要是头巾类 或者是lap头类哦 你们的手要比较灵活 因为我们戴帽子啊 戴这种头巾也是要很会抓set的 你一抓不对啊 整个就很怪了 OK 尤其是戴这种lap进去跟头巾 这两种会觉得会比较难控制 所以你们一定要懂怎样去拿捏 看要不要遮到耳朵 还是不要遮耳朵 然后到大概到耳头的哪里 都很讲究了 因为每一个细节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感觉 它color有很多种的 只是我选blend黑色color OK 再来就到我们最后一顶了 最后一顶叻 其实不是我的帽子 是谁的帽子叻 是tomato帽子 然后可是这个也不是tomato帽子 因为叻 这个是它去拍摄的时候 有一次它帮我拍摄Sally Gang的MV 然后叻 它就跟人家租借那个服装嘛 可是它就忘记还了 然后它就不小心戴JB了 结果就这样在房间里面很久 然后我就看到它的cutting也很不错 所以我就自己收起来戴了 然后我也戴得到 因为它这边是有的调节的 前几部影片呢 也是有出现过的 就是我所为我自称为它是 Songgok帽的一个 其实它真正叫什么帽 地主帽很像是 它戴起来也很好看 我自己个人觉得它是比较偏工业风的穿搭 而且它比较轻哦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那种鸭子的嘴巴嘛 就是没有什么重量 你就是这样子拉进去 所以今天呢就是分享我这些帽子啦 否则22世纪 如果你是要玩hiphop 街头疯了 你绝对不能少这些帽子跟头巾配件 好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 按赞、留言、留言、分享、打开、小铃铛 还有不要忘记 follow我的Facebook、IG、TikTok 还有小红薯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